最近的天氣信息把時間交給漁儒 好了 雲淑我們首先就透過了亞洲雨圖 帶大家來看現在就是東北季風影響的環境 清晨封面掠過了北部之後 所以水氣配合之下 整個桃園以北東半部都短暫震遠 而且基隆跟宜蘭局部地區雨勢也蠻大的 至於在中南部的天氣 其實天氣還蠻好很有夏天的感覺 因為受到地形阻隔的影響 東北季風其實沒有影響到中南部 所以整個苗栗以南的天氣都是相對穩定 但要注意了午後熱力作用影響 山區恐怕會有一些降雨 至於明天國慶日 還是要注意了環境水氣還是偏多 所以整個陰風面的東半部東北部 還是有距步大雨發生的可能性 尤其宜蘭地區因為地形 加上東北季風的作用下降雨非常顯著 至於目前我們其實周邊有兩個颱風 一個是布拉萬颱風 位於關島的東南方距離台灣很遠 是沒有直接的明顯影響性 至於一個小群颱風 其實還在香港附近 預估帶來的水氣其實會持續到周三 所以最近有一些旅遊行程也要特別注意了 接下來關心台灣的天氣 剛剛提到雨還是很大 雷達會曝露帶你來看 其實目前主要在東北部的部分 這個雷雨包還是持續長出來 大雨特暴範圍是基隆 宜蘭跟大台北山區 有四個縣設是大雨特暴 這個對流包發展出來之後 降雨其實真的是一陣一陣的 累積雨量就要提醒大家很多地方 雨現在還在下 像是累積雨量比較多的地方都可以看到在東北部 新北是瑞芳 累積雨量已經來到一百三十一毫米 宜蘭礁溪跟五峰也都突破了一百毫米 重點是這個雨還在持續下 所以很多地方恐怕雨還會持續的增長 只是在雨到底下多久 私事宇區提醒大家 今天明天其實都是這個封面通過 加上東北季風的環境 所以很多地方雨真的很大 這個桃園以北還有東北部 其實這個雨勢都非常明顯 而預估在週三之後 這個風向稍微有北風的分量 這樣雨比較顯著的地區 有可能往南部移動一些些 就是在花東地區要注意了 這個雨勢恐怕會持續 而禮拜四禮拜五水氣慢慢減少 因為東北季風的風力減弱 整體天氣相對來說會比較穩定 而最後關鍵字也要提醒大家 其實這幾天的天氣 北南的天氣其實真的差距很多 只是要注意了 北部東部降溫降雨非常明顯 至於在南台灣 天氣真的是蠻不錯的 至於新的颱風 對我們台灣是不會有影響的 接下來關心的是各地的氣溫 北台灣的部分 基隆台北新北25到26度 降雨機率偏高60%到80% 桃園新竹24到26度 而中台灣的部分 整體降雨機率20%到30% 溫度24到32度 至於在南台灣的部分 宇蘭花蓮降雨機率偏高60%到80% 24到30度 至於領導部分 澎湖金門連江21到28度 降雨機率20%到30% 以上這節的氣象資訊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